一般都是淡色等等 像這些東西你盡量塗著 你不要去嘛 就像我們上次畫一個 有個鳥的零消椰子 你記得嗎 你這個把它 顏色由黃的就行了 黃的是這裡面 這個必要把它 你塗了蓋上的 勾線的地方 就把它蓋著就要重新勾 沒意思 這個就是 因為 它 那麼這個顏色已經蹭出來了 就這個下面 那這個 這個花筋的 這個花筋的顏色蠻好的 這樣瓶子倒水 人家古代人也講究的 不能倒太滿 太滿的時候看到你的性能 倒太低 你的這個性格 什麼肚子 掉到整個四周五周 他四周五周就掉了 所以每 古代人也非常 你不要看他小季的 那 他有一篇文章叫 《活在古代很好》 有沒有看過那篇文章 沒有 肯定不好 你擦屁個紙都沒有 我告訴你 他是指文畫 這個畫畫 你不能指畫畫呀 而且古代沒有生鮮的 我告訴你 而且畫畫也不好 為什麼呢 你還沒東西學 你學的東西 還這麼沒有 現在有多好的畫 你根本都看不到畫 千萬別回古代去 稍微感染一下 你要沒看成熟 立刻就死 你把這種心態 他說的 古代古代是指這些文化 是心態 他有很多神講究 有文化 所以這個畫一直高了以後 你就相應地 把這個文字也定高一點 生命最重要 那你這個 因為你可以一直看 他都開花朵 他會浪塌的 對吧 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把 鉤線鉤出來 就是有神態 這個 這個你可以把它 打彎都可以的 你必定把它 我這個 它就是向上開畫 所以這樣 有一點薄的 然後你說 中間的畫 一定要鉤出來 你旁邊兩個 就隨便你高低一點 沒關係 一個不小心 那個筆畫就出了 我要是我的話 那個 這個也可以鉤出來 不鉤出來 你在中間的話 你把這一道畫 為什麼把這畫 你這個顏色 就是要有生蛋 出來的 它這個 一點點 綠的 綠的 我現在拿一種筆 這個白的 黃的 這是不是會綠的 原來畫綠 它那個頭都是綠的 這隻比較一點 可以嗎 別精洗 一定要精透 不精透 你得乾 全員把它再洗乾 多水 多這些 不精透你上面沒有水 對 沒用 對 裡頭空心了 對 所以這個不能把它乾 這一進水的時候把它有功能 這個也沒有了 就最後是擠牙膏擠出來的 這個顏色就是這個顏色了 那麼再加一點生的就是 這裡出來的 你們看它上面就基本上是白的了 這是白的 所以你要再淡嗎 就加一點白的 這個就是上面就是白的 這畫就直接白的下來 那麼正好是有一個 白的一個過度的形狀 就這樣一個形狀 那麼下面這個就綠的 也是到底 下面這個 這個下面就是金 花金的包著 這個這一層呢 這是 這上面還是有點白的 它上面還是白的 然後這是深入的 這上面再深了 這上面就是要 有這樣一個感覺 你中間也可以拉下來一點 生透到裡面 就這樣一層 就這樣 那麼這下面畫一下椅子 椅子是怎麼畫的呢